好 我们来看下一句话 警察说 哎 这个态度差不太多 给家属打电话 这可以 Permission was granted And the policeman accompanied him to a payphone 这个警察答应了他们这个要求 并且有个警察陪伴着这个工人 到了一个公共电话那儿去 去打电话了 这个Permission was granted 就是允许被给予了 这个觉得特别别扭 咱们是警察答应了他们这个 这个请求 应该是这么一个允许 他说的是允许被给予了 这个特别别扭 当然首先来自于一个顾应能搭配 叫give或者grant somebody permission 给予某人允许 给予某人许可 这个somebody后面加也行不加也行 这个give可以换成更正式的grant grant这个词就是给他想要的东西 跟give是类似的 这个可以这两个动作可以替换 那么他的反应词 是不允许某人做模式 就是允许被拒绝了 就refuse somebody permission 或deny somebody permission 这somebody同样可以去掉 就是拒绝某人的某个请求 这允许没有被给他 就拒绝他的请求 这个本文中如果用主动结构呢 比如警方同意了他们的 同意了他的这个请求 给予了他允许 这么写呢 倒是符合中文特征了 你像the police granted him permission and the policeman 这么说下去倒是没错 从语法来说没错 但这么写就啰嗦了 为什么呢 因为是这个工人向警察请求 所以警察给予工人许可 这警察给他是肯定的吗 不可能工人给警察许可吗 所以这么说的话就啰嗦了 直接说允许被给了就行了 谁给谁都知道了 就不用说警察给了工人许可了 所以本文中用的被动结构呢 他比较简洁一些 比较简洁 咱们试试看 咱们造个句子 他问老师 他能否打个电话 老师不允许他这么做 于是他只好等到下课 你看他问老师 他能否打个电话 是向老师来提要求 然后老师不允许他这么做 是不是那个允许被拒绝了 那就不用说老师拒绝给他允许了 因为这个老师不让他这么做 谁是从主意并语都知道 我们再说就废话了 咱们试试看 he asked the teacher 怎么样呢 if 是否 he might 可以 make a telephone call 好 但是结束 第二句话说 permission was denied and he had to 等等嘛 wait until the class was over 就好了 注意 这里非常精彩地表达 permission was denied 跟本文中 permission was granted 刚好是反译词 一个是同意 一个是不同意 一个允许被给予 一个允许被拒绝了 不给他允许 这个都可以 那么在这儿就不用说 the teacher denied him permission 这么说就啰嗦了 直接用被动就好了 他必须简洁一些 并且一个警察 accompanied him accompanied咱们不说了 多次说过 表示陪伴伴随 是个极有动词 陪着他到了一个pay phone pay phone 有时候也叫pay station 咱们当尝试知道就行了 就公共电话 公共电话 或者公共电话停都行 到了公共电话 only when he saw that the man was actually telephoning the police did he realize that they had all been the victims of a hoax 直到他看到这个人呢 真的是在给警察局 打电话的时候 他在迷惑 哎呦 他们已经都成了一个 恶作剧的受害者了 这个hoax 就骗某人相信啥事情 咱们看看这句话的 语法证文分析 only是个副词 是直到 后面win是引导 十天壮业从局 但是注意only这个翻译 only后面加壮语 一般来说可以翻译成 只有仅仅 但是如果后面跟时间壮语 注意翻译 不要翻是只有 要翻是直到 直到当他看到 那么里面画横线 是牵套在时间壮语 从局内部的 宾语从局 他看到什么呢 这个人真的是 是在给警察去打电话的时候 这宾语从去做 所有的宾语 然后呢 主句中说 他才明白 did he realize 这个did 在这用了部分道桩 为什么呢 这是咱们涉及到 第五课就讲过的 部分道桩的知识 在第五课 facts 事实数据中讲过 only加壮语 位于句首 后面句子叫部分道桩 就是把主动词 形态动词 或者必动词 这是必动词前面 如果没有主动词的话 放到主语前面去 did he realize 前面又did了 后面用动词原型 realy就好了 后面再加重句 他当然做 realize并于重句了 才明白 他们已经都成了 一个hoax 骗人去相信 一个假的事情的 一个受害者了 就好了 这个地方是出现了 only加壮语的复习 我们复习编就好了 only加壮语 位于句首 后面要用部分道桩 但注意only的翻译 only要么翻译成 只有 仅有 或者翻译成直到 看后面是什么壮语 如果时间壮语 翻译成直到 如果不是时间壮语 翻译成直到 翻译成直到 这个如何如何 直有才或者直到才 看你怎么翻译了 但是这个壮语 咱不知道是什么壮语 可能是副词 可能介字端语 甚至可能是壮语从句 叫本文中就是个壮语从句 咱们看一下例子 only then did he realize that he was mistaken 在这这个then是壮语 是副词当壮语 怎么翻译 不能翻译只有那个时候 直到那时 then是时间壮语 那时 直到那时 他才意识到 他错了 对吧 再看 only by working hard can we succeed in doing anything 这个can跟那did的一样 倒是部分道桩 only我们加戒词端语当壮语 这介字端语不是指时间的 咱们翻译只有 只有通过努力工作 我们才能成功地完成任何事情 再看一个 only 后面加时间壮语从句了 after 时间壮语从句 only after baby seal is pushed into the sea by its mother 这only怎么翻译 加时间壮语的翻译 直到 直到才 直到一个小海豹 被妈妈推到海里之后 他才能学会如何游泳 这个only 是这么一个用法 看本文中也如是 only 后面加时间壮语从句 还得翻译 直到他看到 这个工人真的是在给警察 去打电话的时候 倒桩 did 他才明白 他们都已经成了一个恶作剧的受害者了 好 40个 也是个非常好玩的一个文章 里面重点的句式结构特别多 尤其在低端 希望大家一定把这个视频反复收看重点支点寄到笔记本上 我们一天两天不前 把这课程彻底学完之后 你发现我们听说读写能力在突飞猛进了 但有前提是复习 英语老师说了 不仅仅是知识 英语是一门技术 技术就一个字 得熟 知道不行 得会用才行 希望大家好好的反复复习 好 40个跟老师就看到这 谢谢同学们